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欣 今天我真的是勤劳心本心了 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之前收拾家里面的时候 买到的收纳好物 因为工作强度的问题 我根本没有精力和心思 去装饰打扮我的这个家 所以最终就导致我 住在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表面上你们会觉得我光鲜亮丽 非常的精致 但实际上呢 就是拍视频的时候 保证这个后面干净就好 其他地方都非常的脏 所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呢 我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吧 稍微的收拾了一下 没想到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有做家庭主妇的天分的 这个家被我这么收拾了一下之后 我真心觉得 哪个男人娶了我 真的是倒了八辈子 想了八辈子的福 路的逆战逆战的熄灭 她们始终没有受伤半局 是什么样的情绪 什么样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爱情 家庭主妇的一把好手啊 不是我自己夸 真的 我觉得自己有做设计师的天分 好了 我也不吹彩虹劈了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重点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这些收纳好物 即使你们刚才看了我这个简单的Room Tour之后啊 应该有发现 虽然说看上去很壮观 舒适的很整洁 但是 好像我并没有那么多东西来放它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都是 精心挑选的好产品 话不多说我们一键三连之后马上开始 对了 记得要去评论区看一下 说不定我会突然冒出来给你们一个惊喜 好的 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口红收纳 我觉得现在女生呢 口红应该都不会少的 所以这一个就非常的实用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单个单个的规整在一起 然后把色号呢 放在上面 这样就会比较的好找 虽然说我在美妆博主中的口红量不算特别的大 但是呢 正常女生应该也用不到那么多的口红 所以我才会给大家安利这款收纳 所以说呢 它其实只有这边的18个口红格是可以给你放口红的 如果说你的口红都塞不满这18格的话 你也可以在里面放遮瑕呀 这里又可以放眼影 关键是它的这个大小 我觉得一个正常女孩子都是可以抬得动的 不像那个李佳琪背后的那种收纳架 实在是太大了 非常的沉 所以呢为了安全我觉得这种比较小的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说你的口红更少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款式 但这种款式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它放唇釉的话呢 你看就会容易倒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台阶式的口红架 我相信啊这个收纳应该是可以承包普通女生的所有化妆品了 就非常的实用 第二个我要安利的就是饰品收纳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这两个抽屉里面呢 都是放的一些我的饰品 但其实大部分人也不用买那么多了 所以呢我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饰品收纳 想要安利给你们 这个呢其实是我平时外拍或者是出差的时候会用的一个饰品收纳 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啊为什么要买这一款 你们在挑这种饰品收纳的时候一定要买这种上面有勾勾的 为什么呢 它就是可以勾你的手链啊项链啊项链的坠子 你就可以把它塞在这个里面 而且呢像这种收纳就是打开以后一目了然 分区特别的好 像这种一格一格的呢 也可以放戒指啊项链啊手链啊都是OK的 所以我是蛮推荐这一款的 像这种收纳盒呢 可能更适合东西少一点的妹子或者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家里东西多 那我更推荐的是这一款 它是这种亚克力的嘛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防尘的作用 而且你看它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抽屉拉出来的 就也是一目了然 你看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像这个上面呢我挂的都是一些有垂坠感的耳环 然后呢这款下面还有两个抽屉 你可以放戒指或者是耳钉 所以说这款收纳我也觉得非常的实用 基本上能满足一个女生日常的需求了 然后第三个呢也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种收纳框 其实我买的这个是文具店里面的收纳框 而且呢它的尺寸选择也非常的多 有宽的有窄的有扁的也有高的 就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需求 你的收纳的那个短镜去选择它的一个大小 我觉得这个框框非常的实用 像我的这种小推车你们可以看到 上面就是正好是三个扁的这种一个宽度 然后下面呢又可以放两个宽的 在进行分区收纳的时候呢 像这种框就非常的管用 而且它还很便宜 我记得好像只要几块钱 我之前呢还买过像这种编织的 在印刷上比较活 它虽然说好看 你摆在那儿感觉就比较的北欧风嘛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容易沾上我们家的猫毛 而且呢它不怎么好擦 就只能说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洗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种塑料的来的方便 而且像这个收纳盒它旁边都是有这种把手的 就算是女孩子这样拎起来也会比较的方便一点 我在阳台上不是有一个置物架吗 上面就摆满了各种型号的这个框框 我也是有进行分类的啦 因为那个每一个框都有它的功能 比方说有专门放狗尿垫的 有专门放猫玩具的 有专门放狗玩具 狗狗洗澡的 狗狗零食 猫猫零食 我也都是分开的 我觉得这样子呢 你就会找东西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 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是有置物架的 那这种框框我就是非常的推荐 因为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分区收纳 而且它是白色的 我觉得也不算丑吧 就摆在那儿 其实还蛮硬斯风的 下面要安利的这一样东西呢 我也觉得是非常实用 而且很适合学生的 但是呢我要移步到这边 用第一视角来给你们讲解一下 就是这款组合书架 我在这个上面放的呢 都是一些我平时化妆会用到的小东西 什么海绵蛋啊 然后什么润唇膏 护手霜 你们看它就是两个这东西组合起来的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桌面的情况去分布 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也可以把它拉宽一点 反正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桌子的大小去摆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组合的收纳架 就完全你可以把它变大变小这样子去用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你也是租房一组 其实这个柜子也是可以用来收纳衣服的 而且它就是非常的小巧嘛 就比如说上面你就可以把袜子团一团团一团 然后就放在这个里面 也可以收很多 然后下面呢就可以放一些T恤 或者是卫衣去放 但是大件的衣服建议大家还是挂起来 这种柜子不太适合放衣服 除了这个柜子呢 你看我桌子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其实原理呢和这个高的差不多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文件柜 但是宜家就很方便的一点是 你可以买两个这个柜子 然后再单独买一个桌板 它就可以组装成一张桌子 你不用去买什么桌腿或什么的 你只要单独买一块桌板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宜家逛一逛 跟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的需求 他们呢就可以给你定制出一个最实用的方案 然后这个柜子呢 其实我也想给大家安利一下 如果说你不要这个玻璃门的话 就完全敞开式的 它只要399 我加上了这个玻璃柜啊 送货加上安装也就只要800多 那如果说你有男朋友让他给你装 给你送货的话 就很便宜啊 我就觉得很值 最后的一个收纳呢 就是这个了 在我们家洗手间 其实它的原理啊 跟刚才的那个柜子是差不多的 就是有很多的分区嘛 进行你不同的需求的一个分类 然后我把它就放在我们家马桶旁边呢 而且呢 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可以利用收纳框来放一些身体乳啊 或者是头发的定型喷雾啊 然后去角质的东西啊之类的放在这边 然后我平时洗澡之前也会把身上的一些饰品 什么这种夹子啊 或者是头绳都摘下来放在这 因为碰水不好嘛 反正我就觉得洗澡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放饰品的地方 你的东西就不怎么容易丢 像刚才卫生间的那个收纳 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卫生间东西真的好多 但大部分人不会在卫生间放很多的收纳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觉得啊 那个置物柜帮助我放了很多的东西 反正呢我所理解的收纳就是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藏就藏起来 不要摆在外面 摆在外面你就会觉得乱 而且啊当你把东西都藏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空间都变大了 像我平时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勤快的人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些收纳的东西以后 至少让我的家看上去没有那么的乱糟糟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为你们今天系选的 实用收纳好物 如果你们也有什么很好的案例呢 记得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这样呢我也可以再添置一些好用的东西 那今天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Bye